家求人愁一鸣五九名花美主月月吃土 我是你的小美鸭 我们继续来把海贼王何之国片 从18年9月份就开始连载了 到现在都没结束 由于玉田的智障表现不被粉丝认可 再加上东班制作组的拖延大法 导致海迷们对何之国的评价一路走低 但在这个被赋予厚望的篇章中 还是有一些亮点的 从今天开始 我就把何之国的故事大概说一下 一期肯定是说不完大 说到哪就算哪吧 万国片结束后 王露飞成功的从大妈手里逃生 变得更有名了 赏金一下子涨到了15亿杯礼 被誉为伟大行路上的第五位皇帝 人怕出名猪怕壮 黑胡子看到报道后直言 皇帝 这称号对你来说还太早了吧 草帽小子 大妈更是不满 因为报道中说 露飞勇于向四皇Big Mom拔刀相向 并打败了两名三将星 是蛋糕岛事件的胜利者 是这么报道 叫大妈的面子往哪放啊 她和同为四皇的凯多童话 控制凯多不要对即将到何之国的路飞出手 自己要亲自前往何之国取路飞的相上人头 凯多也和路飞有仇 草帽一伙在德岛毁了Smile工厂 叫凯多建造全员能力者的梦想破灭 她也想一棍子砸死路飞 所以对大妈的要求凯多一口回绝 大妈也不听凯多的 于是带着一众子女们乘着女王妈妈 盛德号赶往何之国 形成了双簧抢路飞人头的局面 说回路飞这边 在万里阳光号爬上大瀑布之后 几个人终于来到了何之国 索隆等人其实早就到了 但警卫人们告诉他们 在全员到达之前一定要隐藏自己的身份 所以他们都有了自己的职业 索隆当了浪人 吴索普是卖蛤蜂油的商人 弗兰奇成了个小木匠 罗宾紫色出众 当一技最适合了 不过草帽海贼团都是惹尸的精灵 路飞暂时不在 惹尸的壮人就落到了索隆头上了 他陷入了一场杀人案 开始还紧急嘱托的索隆 没有反抗被抓了起来 可何之国的官员判索隆欺负自尽 在法场闻到血腥味的索隆 紧靠直觉就知道 眼前的官员就是作案凶手 索隆用欺负小刀向前一挥 行凶官员当场毙命 于是索隆成为了通缉犯 再说说路飞 还是老套路又和大伙走散了 惹尸的祖宗又要开始作妖了 他从凯多小弟的手中 救下了小女孩小玉 小玉是恶魔果实能力者 可以从脸上举下团子 吃下团子的动物 或者动物系能力者 都将听从小玉的命令 在之后的战斗中 小玉这能力起了大作用 所以小玉成了粉丝口中的 羽黄大帝 小玉的梦想是长大后 成为一名妖艳的女人者 为了报答路飞的救命之恩 她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米 都用来招待路飞了 自己一口都没吃 还骗路飞说 女人者必须身轻如燕 但不吃东西会饿呀 小玉只能以污水冲击 此时小玉的师父 飞彻回来了 以为路飞吃了小玉的食物 暴跳如雷 和路飞打了起来 但小玉喝完污水后 晕了不去 打断了二人的争斗 原来小玉一年 只能吃上两顿米饭 今天是小玉的生日 为了庆生 非手才出现买下大米 四年前 艾斯到达边利村 看到这里的人饥寒交迫 艾斯假装很弱 被村民们绑了起来 村民们还把艾斯船上的食物 洗劫一空 村民们吃饱后 艾斯轻易的就烧断了绳子 和村民们结下了身后的友谊 当时年纪五岁的小玉 执意要和艾斯一起出海 艾斯说 等你变成一个妖艳的女人者后 我就带你出海 所以小玉才立下了那样的实验 然而一年后 投降凯多的德雷克 破坏了边利村 村民死走逃亡 但小玉要等艾斯 才一直和师父留在了村里 路飞告诉他们 艾斯已经死了 刚醒过来的小玉 听到这一消息又晕了过去 喝污水 再加上这个沉痛的消息 令小玉高烧不止 为了报答一犯之恩 路飞决定带着小玉 去附近城镇治病 连走时 他发现了屋顶上的二代鬼车 顺手就拿走了 虽然刀将飞车百般阻挠 但路飞任性啊 头也不回了 背着小玉就跑了 在小玉宠物狗的带领下 路飞看到了 饱受凯多工厂污染的土地 还遇到了一个 被凯多小弟追赶的女子 没等路飞出手 通缉犯索龙石郎 就把追击的人砍犯了 其实索龙是馋的 正吃肉的他产酒喝 刚好凯多小弟身上有酒 就顺道出手救人了 路飞和索龙两个二伙 就这么相遇了 与此同时 魔法师霍金斯带人来追杀路飞 本来霍金斯 阿普和基德联手攻打凯多 可霍金斯和阿普 没打几下就投降了 只有基德投铁 现在还在凯多的监牢里 投降的霍金斯 成了凯多手下的真打 他奉命追赶救足小玉的人 霍金斯是稻草果实能力者 能把自身受到的伤害转移给小弟 在战斗中 他会随机抽取卡牌 按照卡牌上的指示行动 说回路飞和索龙 索龙对路飞拿的二代鬼车 特别的感兴趣 但是路飞就不给他看 还扬言自己是个武士 然后打架的时候 还是照旧 用拳的攻击 这场遭遇战的结果是 索龙开大 用二刀流 劈开了霍金斯的稻草人 霍金斯也就不再追了 随后在刚才被救下的女子阿赫的带领下 几个人来到了简陋村 又结识了茶馆店员阿菊 在阿赫和阿菊的帮助下 小玉得以痊愈 阿赫还准备了食物 虽然小玉百般推脱 但阿赫能年善变 小玉吃了小豆汤 过了个还算不错的生日 小玉只是一个八岁的小孩 生活这么惨 全是因为凯多和黑炭大手 因为凯多只允许 和之国的华都发展经济 其余地方都被视为垃圾 可以随意见他 和之国只有凯多和黑炭大蛇的人 能得到干净的食物和饮用水 在简陋村前面 具有官员们所在的伯罗镇 简陋村的村民 只能吃官员们不要的 或者过期的食物 这也就是简陋村名字的由来 阿赫在给路飞索隆 介绍这些的时候 已经被给父者盯上了 其中一个给父者 用弓箭攻击路飞和索隆 另一个借着他掩护抢走了小玉 原来他们发现了小玉的特殊能力 想要将其收为紧用 小玉被劫 最激动的却不是路飞索隆 而是阿菊 他骑着小玉的宠物狗 第一个追了上去 有这等热闹事 路飞和索隆自然不会缺席 阿菊其实是一名武士 他对伯罗村的事情了如指掌 他告诉路飞和索隆 伯罗镇有三位镇大 分别是霍金斯 库尔德姆和斯皮德 在他们三个人之上的 则是伯罗镇真正的大佬 汉塞杰克 三个人追到了伯罗镇 找到了小玉 乌打乌撞的来到了相扑比赛现场 镇上相扑第一高手 普道是阿菊的追求者 一直对阿菊死缠乱打 阿菊肯定是不同意啊 为了救阿菊 路飞和普道来了一场相扑对决 这次路飞不是无脑行动 他想把事情闹大 引这个镇上的老大出来 这样就知道小玉在哪了 现在杰克不在镇上 下令抓小玉的是霍尔德姆 他对小玉的能力颇为感兴趣 正在用钳子揪小玉脸上的肉 另一边 路飞刚好把葡道扔了出去 好巧不巧 正好把霍尔德姆压在了家面 小玉暂时获救了 但霍尔德姆是真打 压一下怎么能死呢 他又抓住了小玉 拿小玉当人只威胁路飞一伙 看到小玉受伤的脸颊 路飞这次做的干脆 用火拳冲一击就干翻了霍尔德姆 小玉在路飞身上 看到了艾斯的影子 另一个真打 斯皮德此时正好带着 大量的鲜美食物回程 斯皮德是吃了人造恶魔果实 马形态的能力者 路飞以为他是一匹马 擒上就跑 那斯皮德能乐意吗 可小玉给他吃了个团子 斯皮德立刻就成了小玉的奴婆 小玉就是动物 或动物性能力者的克星 看到如此多的食物 索隆和阿吉怎么能放过 他们抢了食物就跑 随后路飞又一个人返回博乐镇 拿回了大量的饮用水 镇上的第三位真打 霍金斯 听闻路飞现身 薄罗镇后赶紧回村 但中途碰到了一只潜伏在镇上的罗 两个都是超新星 能力也都极为特殊 但打了没几下 就被索隆等人冲散了 罗很生气 因为路飞和索隆 每岸计划行事 其实路飞从每岸归去出口牌 罗也有点习惯了 知道做歪路飞也没用 就只能生闷起来 一行人回到了简乐村 急寒交迫的村民们 终于吃到了健康美味的食物 也喝到了无毒的饮用水 第一期就先说到这儿吧